接下来为您播出一线 今年3月5号一大早 西安市一家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 打开财务室门后顿时感到头皮发麻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前一天下班时还在财务室的保险柜 竟不翼而飞 因为我们刚刚头一天有一笔业务款 下来有三万多块钱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公司老总的有两幅字画 当时在里面 因为价值也比较高 有一幅字画下来价值到三百万寸 还有一幅是四十万寸 接着物流公司的报警后 办案民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 现场勘察后 民警发现办公室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 唯独丢了保险柜 解释的目标非常明确 保险柜不翼而飞 而财务室大门却丝毫没有被破坏 那么犯罪嫌疑人是从哪里进入室内 又从哪里把保险柜运出去的呢 囚警过后发现咱们这个地方的门窗 前面门窗全部完好 进了个后发现保险柜原来的这个位置不见了 然后我们现场勘察 发现在桌子上流有几位清晰的啄音 然后窗户这个防腐碗被液压钱减断 那么判断嫌疑人就从这个地方减断防腐碗 这个翻进来 然后将保险柜盗进 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警方 被盗的保险柜是春节前刚刚买回来的 里面都是公司的贵重物品 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搬走它 当时被盗的保险柜就整理这个保险柜 不一样 它的高度大概就是八十公分左右 然后宽度四十公分左右 厚度也就是四十公分左右 就基本和这类似 基本和这差不多 非常重 我们做了实验那个绷 我们找了一个同样的东西 里边把东西放好 必须得两个人才能排走 一个人根本搬不起来 都谁指望 没有人指望 对 晚上一般上面下班 六七点有关 放东西 不是谁给人放 那我们财务社 谁让人 你不要来找 这财务人员 就要不要 对于保险柜内的财务信息 只有公司财务人员才清楚 而恰巧 在保险柜内装有大量现金 和价值连成的自画石 却被盗了 难道 这会和公司内部人员有关 就此疑问 办案民警迅速调取了 对于二楼财务室窗外的视频监控 就在那个窗户外面 外面不是一个工地吗 工地有个大土堆了 它应该是从那个地方过来 然后那个监控是对着那个窗户 它如果从外面上那个窗户 监控肯定能拍到 根据监控显示 3月5号凌晨2点27分53秒 有一年轻男子出现在视频范围内 并用手不断摇晃防盗网 可很快他似乎发现了摄像头 随即离开了视频区域 2点30分整 视频监控突然开始摇动 然后整个镜头对着墙 这个时候把监控已经破坏了 就看不到监控 财务室窗户外的防盗网 是被人用液压钱剪断的 而且监控录像也拍到了 嫌疑人摇晃防盗网的过程 显然这个盗窃案 不像是物流公司内部的所谓 不过遗憾的是 监控录像中的人影十分模糊 警方无法得到更多的有效信息 那么盗窃现场除了脚印板 还有哪些线索能够泄露 嫌疑人的信息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窃贼入室 监控中的黑影究竟是谁 从这以上而过 保险柜被盗 丢失的财物又能否追回 尽闻前夕的东西全在里面 群化一线正在付出 这家失窃的物流公司 地处西安东二环和西林高速入口交汇处 交通便利 全国各地在西安的长途运输车 都在这里拉货 锦邻物流公司的东面 是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 工地上到处堆积着黄土 显得十分荒凉 而就在物流公司财务室 正下方的土堆上 半年警发现了几枚可疑的脚印 经过周围的县长勘查之后 发现保险柜 这个干净山脚下来之后 有这个从上面留下来的痕迹 完了在这里底下有这个脚印 脚印是从这个土堆一直延伸到这个土堆顶上 顶上之后 然后这个脚印一直延着这个往南 往南延伸一直走得快速干道 半年警推断 能把那么重的保险柜 从二楼的窗外运到一楼 并走几十米一路 将保险柜排到快速干道上 犯罪嫌疑人起码也得有两人以上 而在快速干道上 必然会有一辆作案用的车用来接应 如果能找到这辆车 那么犯罪嫌疑人自然就浮出水面了 脚印一直从那上面 就从那延伸下来 然后从那走出来 走出来之后 从监控里发现 这个有一个车 这个嫌疑人把这个保险柜 抬到这个车上 放到车上之后 然后沿着这条路就走了 快速干道 来来往往的车辆是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时候也无法判断 是哪一辆车 无法从嫌疑车辆中找到突破口 无疑给警方办案带来了很大压力 而同时对于物流公司的老板吴先生而言 同样也是交集万分 因为公司很多证件资料都放在保险柜里 如今保险柜的失窃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带来了极大影响 吴先生说 对于公司的执照和工章等证件的丢失 这还不是让自己最头疼的 因为这些都能够及时进行捕换 而最让自己感到万分焦急的是 保险柜里还放着前不久 与当地政府签订了一份土地征用协议 跟大小区政府签订了一份土地征用协议 我们有那个土地的那个交付使用款 有一个2600万 并且据吴先生说 这2600万元的交付使用款都是向银行借贷的 因此每拖延一间都要向银行交纳高额的利息 而要把与之相关的手续补齐 最少也要费时一个半月 一份的利息算算的话要多少 要一个月要S6万多在那里 就在吴先生一筹莫展时 物流公司突然接到民警打了个电话 说在坝桥区一个果园 发现了他们公司的保险柜 这个地方就是说那个啥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就出现场 分享之后过来 发现这个地方就是 被盗这个保险柜在这被砸开之后 烧掉里边的东西 然后东西被拿走了 里边这个保险柜的残涵和这个东西 都在这里边撇着了 撂着了 保险柜被破坏性打开 里面的现金和资料全都不翼而飞 现场仅存有一些保险柜 被焚烧后留下的痕迹 从案发现场到发现保险柜的果园之间 有十公里左右的距离 而果园周边几乎没有住户 地势非常偏僻 进出这个果园 也只有一条非常狭窄的小道 而就在这条小道的旁边 大安民警发现装有视频监控 这只有一条路 从这个地方能进来 我们就吊起了 这旁边是个架校 架校的监控 这案组对架校二十多个小时的监控 仔细进行了筛查 发现在凌晨五点多 曾经在进入果园的路上 出现过一辆汽车 五点零四分 来了来了 注意观察 车来了 这次车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就看了这么一下 出来的时候发现这个车的尾灯 它跟一般车不一样 它这个车的尾灯是 上边是个大圆 底下是个小圆 二十多分钟后 这辆车从果园门口的便道 再次开了出来 虽然这辆案发当晚 唯一在果园出现过的汽车 成为了重要的线索 但是却无法辨认它的车型和号牌 那么符合上大圆 下小圆的尾灯形状的车型 究竟是什么车呢 白铭警首先想到的 就是齐瑞QQ 但是这个齐瑞QQ 它没有后备箱 根据齐瑞QQ那个大小 我们也做了侦查实验 这个保险柜放不进去 人家那个4S店的人说 这个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晚上那个光线 你踩方的也有可能 在那个监控罩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是圆的 经过我们三四天的工作 我们基本上能判定 这辆车是一辆 一汽生产的奔腾汽车 可是西安市 共有两千多辆奔腾轿 如何才能锁定 嫌疑车辆呢 班安民警考虑到 发现保险柜的果园 位置非常偏僻 如果不是熟悉 果园附近道路的人 一般很难找到这个地方 这整个是个 那个茶一片那个树林子 这个地方 包括白天 都是人机罕至 比较花凉的 晚上这个地方 更没有人来 而离果园最近的人口聚集地 是在两公里外的一个城中村 因此班安民警推测 犯罪嫌疑人 很有可能 就是居住在该城中村的居民 这个村大概有三四万人 他租住在这里 每个月房钱三五百块 他哪有钱买车 他就是租的车 他没地方停放 我们初步判断 应该是长乐坡村的村民 才有条件 有车 班安民警对长乐坡村村民 和质量信息 进行了比例筛查 结果 长乐坡村村民 王梅名下的一辆奔腾牌汽车 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只有他家一户 有一起问他 通过班安民警摸牌发现 虽然村民王梅 够有奔腾轿车 可从来没有看到他开过车 开车的 几乎都是一名中年男性 外围调查 侧面走访 得知这个王梅 把车租给了他外甥 他外甥叫做魏强 班安民警走访得知 魏强是西安长乐坡村人 没有固定工作 有人反映 他经常咒服夜出 是爱赌博 并时常与几名三十几岁的男子出入 没有固定工作 适度诚信 不会开车 魏强还每月花四千元钱 租来汽车交给朋友开 这一系列不符合正常逻辑的行为 引起了班安民警的极大怀疑 难道魏强所租的这辆奔腾轿车 就是嫌疑车辆 为了印证猜测 班安民警同时对魏强的朋友 也展开侦查 这个时候发现一个叫王米的小伙子 三十岁左右 同样爱赌博 开的就是这样 一起登门车 通过班安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 王米曾经还有过前科 我们调去前科 发现王米曾经就因为盗窃 被上海盼过轻 随着对魏强和王米的深入调查 班安民警推断 这两人应该就是盗窃物流公司 保险柜的犯罪嫌疑人 有赌博恶情 一输几千 但是两人又没有工作 作案的嫌疑不认识 因为啥 他没有生活来源 他不是说上班有工资 他没工资 他还花钱大手大脚 魏强没有固定工作 赌博成性 不会开车 却还要花钱去租车 而王米同样无业试读 并且有盗窃的前科 保险柜盗窃案的突破口 就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根据警方掌握到的线索 3月17号 魏强等人突然驾车 从西安前往宝基 他们失去销赃 还是开始了新一轮的作案 一张抓捕大王 悄然展开 寻见追击 警察之间 又将上年怎样的较量 抓捕途中充满不确定因素 如何才能将犯罪嫌疑人 一网打尽 群化 一线正在入出 3月17号 根据车辆上的防盗系统显示 魏强租用的奔腾B50 正在从西安 驶往宝基方向 究竟车上有几个人 他们要在哪里落脚 这些都不清楚 专案组不敢质疑 20多名扮演民警驾车 火速赶往宝基 我们就赶快判断 他去宝基干什么 很有可能再次作案 必须要抓住他们的丧物 或作案工具 这个案件才能办成起案 才能是证据缺凿的 抓捕随时都可以抓 但是抓了如果 找不到人家的话 没有工具 一挽回不了损失 二有可能案子都往下审查 都比较难 我们跟踪他们作案的时候 就先抓捕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专案组一路民警 先赶往宝基 摸清车辆和嫌疑人的具体位置 另一路民警则在距宝基不远的 浮风县随时待命 两路民警遥相呼应 就在抓捕小组 等待行动命令的时候 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从西安方向传来消息 为强驾驶的车辆 已经从宝基折返 很有可能再回西安的途中 在咸阳落脚 抓捕小组调转车头 重新驶入高速公路 急赴咸阳 晚上八点左右 通过咸阳市公安局的支持 确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就在咸阳市前线县城的一家宾馆 咱要求所有人 无论都不要下场 把车已经分开 咱们是一样的 咱们是寄的地方 寄的三个地方吃 坐下来当公司 入夜的前线县城 抓捕小组乘舵的汽车 不露声色地 进来这家酒店的附近 经过前期侦查 嫌疑人登记了这家酒店 506号房间 抓捕行动正式打响 现场的气氛 一下子紧张起来 一路民警上楼抓捕 另一路民警在楼下守住出口 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 二十多名办案民警 牢牢控制住宾馆的第五层 让服务员敲门 敲门就说的是 取个遥控器 说别的房间要用空调遥控器 进来取一下 我们的警察呢 都是在门 猫眼的忙点去 门的两侧 你不复原 他一个人还要用空调遥控器 给大家的照顾 有空调遥控器 都在担心 你不复原 不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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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抓获三名嫌疑人 经办案民警询问 被抓获的三人 分别是林滕仁 王涛和王米 以及西安东郊人魏强 仔细查看后 办案民警并没有发现 被打的保险柜里的现金或者字画 会不会字画和现金 藏在汽车里呢 作案用的车又停在哪里呢 三个人百般抵赖 一口咬定不知道汽车的事情 然而办案民警就在窗帘后面 发现了一把汽车钥匙 利用汽车钥匙的遥控功能 民警发现了三人驾驭的车辆 汽车并没有停在酒店的门口 而是停在距离酒店 近百米远的路边 车型正是奔腾汽车 在后备箱里 办案民警发现了三人的作案工具 嫌疑车辆车辆找到 现场起托作案工具 三名嫌疑人成功诱瓦 抓捕行动非常成功 那么三名犯罪嫌疑人是否还有同伙 他们究竟盗取了多少保险柜 报案人所说的三百多万元的古话 又被藏在哪里 只有打开一个个疑问 专案组的任务才算完成 已经快晚上十点了 为了及早解开这些疑惑 办案民警连夜押戒着 三名盗取保险柜的犯罪嫌疑人 从咸阳前线返回西安 晚上十二点左右 抓捕脚组终于安全回到西安 而一场与犯罪嫌疑人短兵相接的较量 又要马上开始 惊审问 这三人正是三月五号 偷走物流公司保险柜的犯罪嫌疑人 据三名犯罪嫌疑人供述 王涛和王敏是林同仁 魏强是西安常乐河村仁 三人在村里的麻将馆 相识后就干起了不法的勾搭 从魏强家中 民警查获了部分茶叶和酒等赃物 而在王涛的租住房里 大安民警有了更惊人的发现 在王涛的租住房里 警方现场查获了大量的字画 当这个衣柜被打开的时候 民警意外发现了三件疑似文物的陶制品 这些赃物让这个租住房变成了仓库 看到这么多找上门的警察 嫌疑人王涛近七十岁的老母亲 才知道儿子出了事 大安民警对三名犯罪嫌疑人家中进行搜查后 查获了大量赃物 可是对于物流公司老板吴先生所说的那幅价值三百多万元的古话 大安民警却始终没有发现 搜出来有一根金条三十克 明烟明酒很多 字画四十余幅 房古的这个陶罐六个 茶叶 高档茶叶 非常多非常多 四十万的字 咱们追回了 但是这幅三百万的画 一直不见 而对于古话的下落 三名犯罪嫌疑人却均表示 从来没有见过 只有两个字没有画吗 没有 没有画 没有 华米那人是个啥人 翻了啥东西可仔细了 那画你想字都能翻出来 那字还是没有表的呀 对不对 画肯定是硬的呀 那哪能有画的呀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人赃巨货 盗窃保险贵案 成功搞破 可唯独那幅价值三百多万元的古话 却始终不见踪影 警方分析 一种可能 因为涉案的古话价值太高 三名犯罪嫌疑人 有可能拒负交代违法所得 还有一种可能 三名嫌疑人当晚在砸开保险柜后 慌乱之中将放在袋子里的古话 复之一具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那幅价值三百多万元的古话 是否真的存在 犯罪嫌疑人成功归案 可价值三百万元的古话 为何却人间蒸发 消失的古话背后 难道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 巡话 一线正在播出 警方共从三名犯罪嫌疑人中 查识案件28起 其中盗窃保险柜10起 案发当晚 三名嫌疑人 就是从这里进入物流公司 盗走保险柜 也是从这里用汽车 将保险柜 运到罢桥的一个果园 据犯罪嫌疑人 自己和王涛在墙外的土堆上网坟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王米进入位于物流公司二楼的财务室 为什么做出租车过去 为什么做出租车过去 出租车方便呢 车停了之后 容易被设想不开 表明人家有这个 反侦查的意识 所以就不开车 到手以后 一个人回去再取车 车一来很快的往车上一装 他们三人从物流公司的财务室 抬出保险柜后 来到这片玉化树林 留下两个人在这里看着保险柜 另一人将汽车开过来 将保险柜拉走 然后三名犯罪嫌疑人 一起来到果园 对保险柜实施了破坏性打开 这儿拉到那儿 保险柜抬下去砸开 里边就说是 有两幅字 当时王米王的字 放到盒子屑 还有三万 三万六千块钱左右 三万六 而对于为何他们会走上 陆式盗窃这条不归陆时 犯罪嫌疑人王米则说 这一切都归结为一个赌字 那跟你说 这件事情 从头到头 就有一个都不一切的 这个有一个都不一切的 据王米说 他和魏强以及王朝的相识 其实就是在排管里 三人都没有正当职业 又试图诚信 入不敷出 因此 在想不劳而获 快速致富的美梦下 三人很快就走在了一起 可对于此次盗窃物流公司保险柜 三人却表示 保险柜里面只有两幅字 和一些现金 以及公司资料 并没有看见价值连城的画 此画我没见 我不知道是什么 一般对谁请点 会点这些东西 点弄一般是吧 基本上没人点 凡是现金拿下 基本上不要的 他们烧了 对 这条带没有画 而且三个人都是一式的 没有画 而据物流公司老板吴先生说 画肯定是放在保险柜内 但并不是亲自放进去的 因为买画的那天 自己喝了些酒 就将字画交给了公司财务人员 就等于整个都让财务人员 全部放到保险箱里面 然后你也没管了 对 就是我递给他的 递给他 递给他一共有三处物货 可能当时就不是放在一起的 可如今 两幅字找到了 价值三百万元的古画 却不见了踪迹 然后我家里 别的地方找到都没有 难道是三名犯罪嫌疑人 在销毁脏物时 不小心尸首将价值连成的古画 给一起烧了吗 我们又返回第二现场 在他焚烧的这些保险柜里的欺物里边 在那灰烬里边拿着手 翻 我们怕把字画烧了 但是翻来翻去 都没有 因为这个古画 它那个烧的纸质和现在的不太一样 都没有 当办案民警再次对物流公司老板进行询问 关于丢失的古画信息时 物流公司老板的回答 就引起了翻案民警的怀疑 把那个出发员叫过来以后 他啥都说不清 他也不知道那个啥画 画的是花呀 还画的是树呀 画的人物呀 还画的风景呀 都说不清 那个谁的画也说不清 他这样子就是还让你回答 对 我们认为这有可能就是 就是没有那个画 五花的下落 一时间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可对于已经造成犯罪事实的三名犯罪嫌疑人而言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也都表示了深深的悔恨 肯定了 我太困难了 我对不起我媳妇 对不起我爸 对不起我父母 我爸 我妈 对不起我啥爸 他这礼拜没啥爸 这种话从孩儿改造 早日出于这件事 不得我父母 然而 对于失窃的物流公司而言 虽然案件已经告破 但是存放在保险柜中的相关公司资料 却全部烧毁 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但是正因为有了一些 哪怕小一点的两想一道 都会给老板人的心理上 和财务上受到很大的影响和摧残 我觉得这个两想一道是我们公安机关 一直打击的重点 而且都全国来别光我们分局 或者我们派所 应该对全国来讲都是打击的重点 几天后 物流公司的老板急匆匆的跑进了开华路派出所 说自己那幅价值三百多万的古画找到了 因为我在那个信场看到没有那古画 就使劲地找通过朋友通过家来车 在车里回发还找找到 吴先生说 字画买来后一直放在车后备箱里 后来他让公司财务人员将字画拿走 放进保险柜 可财务人员就把其中的一幅古画落在了车里 最后这辆车就因为故障 一直放在修理厂进行维修 直到车修理好 吴先生在无意中在后备箱里找到了那幅 失踪的古画 我在想 我说车里会没有 会不会有 然后 因为车子 我没有在开 车一直在修理厂进行 家里找过没有了 那只能在车里的 我换衣服 就放在车里的 对于吴先生的说法 警方在感到吃惊的同时也表示 当事人在报案时 请务必要提供准确信息 发生类似于这类案件 家里被盗 盗窃案件 当事人呢 一定要 头脑清楚 仔细的核对 家中所造的物品 有些时候 有 压根案件破不了 有些时候 你没丢这个东西 但你说丢了 那对我们来说 突然做成很大的规动局面 据警方查实 犯罪嫌疑人 魏强 王涛 王敏 先后作案28起 盗窃财物 共计70多万元 目前三人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检察机关批准耐火 而在采访过程当中 记者发现 失窃的物流公司 仅有一道 防盗门 而且在放置保险柜的财务室里面 并没有安装摄像头 显然是疏于防范 因此警方提醒 各企业单位 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在重点的部位 要安装监控防盗的设备 如果工作人员 一旦发现有财务被盗 要及时报警 并清点失窃物 这里是一线 我是何昏 明天见 就是这一财务 买务 停 也 没 看到 快 盒